SafeX 香港动漫720 不想做功课 那么多功课 真的不想做 一起玩一会儿 但是妈妈叫我做完功课才好玩 好讨厌 家长可以和孩子定立学习时间表 包括做功课、小休和温习 学习和休息要平衡 当遇到困难时 可提议孩子先完成其他功课 再向家长请教 完成功课后 最好就有些亲子时间 善用家伙策 罗罗,你的英文功课还没交吗? 现在交出来吧 我没做了,忘记了 忘记?你没有写家伙策吗? 小学阶段 孩子需要使用家伙策 记录各项备忘事件 家长可以提醒孩子 当完成家伙后 于家伙栏内 家伙策号 方便检查及收拾 最好就鼓励孩子 留下双熟同学的联络方法 方便有需要时查询核对 快点点击下面条链 报名出席我们的免费收生广作 我们的文憑课程已经获得资力架构认证 亦入选持续进修基金资助课程名单 请支持香港创意工业 记得subscribe我们 like我们 留言和share我们呀 以上 小学校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